这些位置 各团和合合 跨国组合有声有色 中心合璧高奖民歌 海阔天空死河 中外浩荡 民歌风 是什么让马俊大发感慨 我早知道我就掰半个 我绝对背景了 真想再接一个 这个环节的展示之后 还是替你们惋惜 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节目 送你一朵玫瑰花 你不用送玫瑰花 唱什么歌 送你一朵玫瑰花 唱什么 我明白了 五组选手各剧特色 争托柯王谁组成国籍 歌从黄河来 歌从黄河来 掌声有请歌从黄河来 主持人 马俊雷若 大家晚上好 周日晚八点十五分 又和你们见面了 欢迎大家来到山西卫视 歌从黄河来 朋友们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歌从黄河来 好 欢迎我们现场 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那首先呢要介绍一下 坐在台上的四位嘉宾老师 首先欢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金牌主持人高丽 欢迎您高丽姐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中国传媒大学民族音乐学 博士生导师何小斌 欢迎何老师 继续为各位介绍 这位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好朋友了 二泡文公团 著名名俗歌唱家 石湛明 欢迎徐老师 你好 湛明 最后呢为大家介绍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著名评论人老杨 欢迎杨老师 杨老师你好 再一次欢迎四位老师 也欢迎现场所有的好朋友 来到歌从黄河来 那今天呢 依然会有五组选手 来到我们的舞台 他们将通过三轮激烈的比拼 争夺唯一的一个胜出的名额 那这位唯一胜出的朋友呢 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赠予的 价值5000元的民歌传承基金 用自己的方式 为民歌的保护与传承 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同时呢 还有资格在年终的时候 获得角逐黄河歌王的称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通过大屏幕 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五组选手 一起来看 好 五组选手的前影呢 现在已经出现在舞台的大屏幕上了 我们要提醒第二期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您可以预测一下今天的五组选手 谁能够胜出 编辑短信 8778加留言发送着106620 如果您预测的选手最终真的胜出的话呢 您本人有机会获得价值900元的 诺亚信手机一部 特别还要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爱唱民歌敢于在这个舞台上 秀出自己的话 请看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我们电话是03514195656 还可以通过登陆新浪官方微博 at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报名参与 好 今天呢 还是通过现场随机抽选的方式来决定 谁第一个上场 身后的大屏幕转动起来 也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歌从黄河来 5 4 3 2 1 3号 海阔天空组合 这是一跨国组合 那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海阔天空组合 我是何亦来自海南 我是安泽来自俄罗斯 那我第一次见安泽的时候呢 是在CCTV的汉语大赛 然后她 哦 长得太漂亮了 然后唱那个天鹿啊 一个外国女孩把天鹿唱得这么好 深深地吸引了我 你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知道何亦她特别爱唱歌 她喜欢音乐 然后她唱得特别特别棒 但是长得好像有点太平凡了 所以我没记住她的样子 然后后来呢 安泽给我一个提议 说哎 为什么我们做个组合呢 我说哎 挺好啊 这个音机的ID也很不错 然后我们都觉得海阔天空 这四个字非常的合适我们 所以海阔天空组合 就这样成立啦 哈喽 耶 给你饭 嘿 大家好 我们是海阔天空组合 耶 耶 你们好 主持人好 对你们这组合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你们这跨国组合 一个是咱们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的小伙 一个是咱们中国北端 还要靠北的俄罗斯的姑娘 俄罗斯的姑娘 是吧 这个组合挺有意思 姑娘叫什么呀 我叫安泽 安泽 这是一个中文名字吧 这个名字跟咱们山西还有缘啊 咱们山西陵墳有一个地方就叫安泽 安泽县 对 安泽县 而且这个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寻子的故乡啊 谁帮你起了这个名字 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汉语老师 来中国几年了 四年 四年 一直在学 学什么 就是学汉语 新代汉语 中文系 汉语好学吗 挺难 非常难 但是你现在说的可真棒啊 下面那也阿姨都夸呢 说的全都能听懂 这些普通话太标准了 谢谢阿姨 第一次来山西嘛 安泽县 确实是第一次来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给我们唱歌了 对 第一环节唱什么歌 唱什么歌 大家非常熟那首歌吧 前苏联那首歌曲 卡丘莎 卡丘莎 来 欢迎 张成欢迎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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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问这个俄罗斯空障这个安泽你听懂了没有 有点难为我了 我告诉你啊 那 3期的方言啊 这个非常多 那这首歌问一下 你们二位有没有行思 就是只是组合搭档吗 对 对 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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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问了 来 不太好意思了 两个人一起过来吧 好好好 我就知道你想站在人家白发闭眼的俄罗斯美女身旁 金发闭眼吧 金发闭眼 哎 感觉不一样吧 我觉得 你比雷露好看 我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比马俊帅 那咱俩 我也这么认为 那让他俩主持咱俩走吧 那个欢迎大家 我们的下一个选手就是 对对对你们选谁 啊 现在啊你看还有这个 一号 这个太难选了 小姑娘 小姑娘 这么可爱 小姑娘 还有这个四号 男年屏 火石榴 你们选择的这个余地非常的多 火石榴也是个组合是吧 对 那我们选组合吧 对 因为我们是组合 组合对组合 对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肯定能战胜他们是吧 为什么 也不能说一定能战胜吧 就是 中在参与嘛 第一感觉 组合对组合 对 连这个中在参与都学会 那你这汉语掌握的真是 词汇量挺丰富啊 那接下来呢 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火石榴组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王颖峰 我叫施晓燕 我们是火石榴组合 说到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呢 它其实来源于一首歌 这首歌呢是《十六花开一束束火》 当时呢是颖峰先拿到的这首对唱歌曲 正好学一个搭档 我和他媳妇呢是好朋友 他们也很了解我 喜欢大声的哼唱一些我们的地方戏曲 而且正好这首歌的曲调呢 有很多我们近南地方戏曲的元素 永峰呢就让我和他试着合作一下 经过这次合作 发现我们两个呢很合拍 也很大 彼此挺默契 后来我们就成为比较固定的搭档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几首歌 具有我们近南风味的名歌 希望我们演唱的歌曲 能像我们的普剧一样 让大家都了解 都喜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火星亮组合 没默契 这还没配合好呢就上来表演了 这是要的效果 设计的吧 你看我们俩肯定有默契来 再来 你们这个组合也是偶然形成的是吧 你们之前成立组合之前各自都是干什么的 也是个通俗的歌手 以前是唱通俗的 他是这样的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就让他随风翔 哎呀气高了 他在说还唱不上 上就上了 你俩都是近南的 运程的吗 运程 对 那咱们也算半个老乡 我祖籍就是运程的 咱们运程这个 这花膜是一个特色是吧 对 那我们来的时候呢 还带了两个非常好看的石榴花膜 想给大家也呈现一下好不好 这个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膜的一个顶 因为那个太大了 没有时间做出来 我得专门给你看 一个礼拜 见过吗安泽 没有我没见过 这个在我们这叫膜 石榴膜 统称馒头 对 这个基本不能吃了 这个是只能看的 不能吃 但是它一般这个石榴花膜 它下面盘的那一圈的那个馒头 那可以吃 对 这个就是在上面的一种装饰 来我代表你们俩把它送给外国朋友好不好 可以吗 太好了 好 可以 谢谢 谢谢 来吧 那应该是就给我们唱一首这样的歌 唱首什么歌 就是石榴花开 一束束束 石榴花开 一束束束束 一束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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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河河河河河 石榴花开 一树树的花 有红了晒破破 有红的旧娃娃 石榴花开 炊下胸红的脸 可笑的一树的墙盘的 醉人的酒和我 石榴花开 炊下胸红的脸 可笑的一树的墙盘的 醉人的酒和我 好 让我们感受到的 这个近南民歌的风味 很热情 安泽也说好听 虽然没听过 也没怎么听懂 但这有特色 来 四位老师 作为组合 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和谐 你们出来的声音 一定要和谐 尤其是和声部分 我不知道今天是 两位是不是状态上的一些问题 伴奏声音太小 听不见伴奏 这个理由黑客管 理由黑客管 但是不成立 在舞台上 任何的客观旅游 都不可以成立 不管出现什么状况 都不应该影响你们的音准 这个都没关系 因为你们还有机会 进入下一个环节 如果有机会 把你们真正的实力量出来 好吗 加油 你们自己的创作个性 是吧 是的 就是唱的 刚才这个高林老师也说了 唱的有点问题 但是呢 你们也经历了在舞台上 和刚才那个一对组合壁楼 你就还唱的功底还有点差 是吧 我想应该有这么四句话 给你们 叫做十六开花一树火 河东组合唱新歌 运成美食甲天下 最美辣椒加白膜呀 好 那接下来 要请海阔天空组合 去到舞台上 那接下来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包括四位嘉宾老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看一看两对组合 谁会暂时留在舞台上 恭喜 恭喜海阔天空 好 火十六组合呢 先在台下稍微地休息 还有机会 你们不错呀 人家就给你们送礼物了 还是倒聊把人家这个 把人家磨也收了 然后把人家还PK下去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是比赛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们中国人民热情好客 对 山西人民更热情好客 来 剩下的三个选择 卡琳娜 一号找姑娘 多结彩蛋和南联屏 二号吧 二号 多结彩蛋 安泽说了 肯定是个帅哥 为什么选他 感觉而已 因为 第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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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感 你看大家可能注意不到在下边 我们两个人离他们俩人气 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都不看我们 就跟笑面 对 就觉得感觉到位 救他了 来 咱们同一段短片的认识一下 多结彩蛋 大家好 我来自房子源头 美丽的青海 我叫多结彩蛋 我现在工作在一个小池车里 白天做一些办公室的工作 到了晚上 我就是一名歌手 其实呢 我以前不唱歌 只跳舞 后来有一次 我们这儿来了一座客人 我们给他们唱进酒歌 先哈达的时候 当时他们非常高兴 也非常喜欢我的歌声 自从那天起 我对自己的歌声 越来越有自信 后来好多客人主动要求 让我为他们唱歌 是他们给了我自信 给了我鼓励 我要在更大的舞台上 展现我自己 隔从黄河来 我从 隔从黄河来 我从青海来 黄河更旺 我来了 大家好 Destini 我是来自青海的多女生 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大家 Destini 你们那是一家 藏族风格的餐馆吗 是个全国最大的一个小吃城 应该说是 世界最大的一个小吃城吧 世界最大的小吃城 咱们中国56个民族的小吃 各个地区的小吃都有 还有里面有各民族的演出 各地方的演出都有 吃得好 看得看好看的节目 对 那你去那做办公室的工作的之前 有没有想过在那还要唱歌啊 有 因为之前的话 因为这个我为什么唱歌呢 有一次我们给客人唱 唱金九歌 唱完金九歌以后 有位客人特意颠误我 小伙子你给我唱一首 藏族元太的歌曲 后来我给他唱了一首歌曲 他非常鼓励我 从那天去我就觉得 自己唱歌还行 后来就满满地学习 从那一天开始就有自信了 是吧 对对对对 对自己有信心 这个自信是越来越丰满 直到今天来到了我们山西卫视 歌从黄河来的 而且你还是来自咱们说黄河源头 青海省 是吧 唱个什么歌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了一首 亚东老师的妈妈的羊票 送给大家 妈妈的羊鸡啊 欢迎 羊羔花盛开的草 哦呀 是我我出生的地方 妈妈温暖的羊鸡啊 鸡羊复盖着我的梦 要欲望你 啊 汎 CAPTION 秘乎 自己 夜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你提个建议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个音色啊不够连贯 音色时好时不好 音色不太连贯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刺的一招一招 你看到你就是一个转眼的歌手 但是一唱呢可能有点净少 切断的节奏还跟不上 第二个呢你压力比较大 以后回去好好唱 好吧 谢谢老师 就是我们允许在舞台上出现一些状况 但是我希望呢 就是不管是这样的年轻的选手 带着你们最新鲜的这种创作形式来舞台 还是那些愿意把原志愿为民歌 带到这个舞台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选手 只要来这个舞台上 一定本着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把咱的歌唱好 其他都是次要的 我觉得这一点最重要 就是这样才能让这个舞台更亮丽 才能让大家更愿意看我们这个节目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要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和台上的四位老师做选择 海阔天空组合多节彩蛋 你们决定让谁暂时留在舞台上呢 请选择 这结果出来了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接下来暂时留在舞台上的是谁 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节目 送你一朵玫瑰花 你不用送玫瑰花 唱什么歌 送你一朵玫瑰花 唱什么 就是叫送你一朵玫瑰花 我明白了 这结果出来了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接下来暂时留在舞台上的是谁 多节先在台下休息一会儿 多节加油啊 还有机会 多节来 来吧 二位继续选择吧 剩下一号和四号 对 这轮选谁 接回安泽来选吧 安泽选 我看一下 还有一号小姑娘 我想 还有四号 我就是想选那个小姑娘 因为我看她是新疆的是吗 新疆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 她也是来自新疆 然后我听过一些歌曲 然后就觉得我想了解这个地方 选择了一号 范琳娜 我们通过一段小片的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大家好 你把你夸出来 这就是我的生日 煮饭做菜 秀秀我的能力 都说小孩压力大 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方是初娘的舞台 现在准备好 我的梦想是当中国的秀莱登堡 让全国人都知道我看银娜 祖莱登堡 慢一点宝贝 你看哪儿呢 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不吭声 这是什么语言 鸟语 鸟语花香的 怎么发出的这声音 从哪发出来的 这是我用嗓子和肚子 发出来的口哨 嗓子和肚子 真厉害 那你这段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编创的这个 赋语是什么意思 大家好 我是康琳娜 今年六岁了 请大家支持我 给我们大家介绍 介绍你自己好吗 那你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呢 我参加过非常列加一 拿到非常明星 还有卡库全明星 我拿到一等奖 还有好多呢 参加过这么多比赛 年龄不大 这个舞台的经验 应该是很丰富 老手了 那今天来到我们山西卫视 歌颂黄河来 第一轮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节目 送你一朵玫瑰花 送你一朵玫瑰花 你不用送我玫瑰花 唱什么歌 就是我们新疆的歌 可好听了 可好听呢 叫什么 就是叫送你一朵玫瑰花 我明白了 这歌的名字叫 送你一朵玫瑰花 叫送你一朵玫瑰花 叫送你一朵玫瑰花 我就是谢谢你 跟下一只白铃鸟 坐在我的花园里 唱起你那种这几个 让我一脸收护你 唱起你那种这几个 让我一脸收护你 所以我被一句话 我要真心谢谢你 哪怕你唱的不好的美意 我也深深爱上你 哪怕你唱的不好的美意 我也深深爱上你 温柔的黑衣服 看不懂了我的心 我的爱是天上的明月 你的天是我的情 我的爱是天上的明月 你的天是我的情 你的爱是你的情 给你 我以为你爱是我的情 它不需要 你也可以找到德州的 老百姥 你跟我们一件好 让你抓到德州的 你和我们一件好 让你来的情节 赛歌赛舞的 你好棒啊 小姑娘出场的时候 感觉很羞涩 一唱起歌来 马上热情奔放 尤其那脖子动的 他刚才跟着你动脖子呢 我这脖子不行 你没弄眼呢 我这脖子不行 老师们 叔叔 你不是说 你不要花吗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花 送给你 我说怎么一直冲你眨把眼呢 已经有七八年 没有女孩送过我花了 没有这么小的小女孩 送你花 来 老师们 我觉得要七八十年 没人送你花 那才是正常的 高丽 你什么意思 你所以开始唱歌跳舞啊 我从我妈妈里 我从我妈妈的肚子里就回了 这是妈妈告诉你的啊 对啊 这样的比赛呢 爸爸妈妈以后还是 尽量的少让你来参与 把这个唱歌跳舞 真正的当成你的爱好 让她快乐的伴随你的童年 将来长大成立你一个特长 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现在你的主要目的 阿姨觉得啊 你的主要任务 还是玩 以玩为主 好吗 好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好 谢谢高丽阿姨 谢谢 什么高丽的 其他几位老师 高丽阿姨说完了 老杨爷爷说两句 这个孩子呀 他就是人小心大 梦比天大 我非常同意你高丽阿姨的话 还是要多和小朋友玩 当然你可以有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 你稍微把它的 让你爸爸妈妈把它压一样 等你再大一点 我们再把这个梦想放飞出来 让它可以飞得很远很远 好吗 好 你刚才后面唱的那个歌词是用的什么语啊 维族 维语啊 谁教你的维语 妈妈 你妈妈会维语啊 对啊 我妈妈就是维族人 就是维族人啊 嗯 哦 那就厉害厉害 很好 你很有灵气 你想当那个秀兰登波尔 我看你比秀兰登波尔更可爱啊 谢谢 那接下来 开阔天空 他们你看都已经习惯了 走吧 知道要走了 来去到舞台上 那接下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台上的四位老师 请选择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看一看 大家的选择是什么 五位神手一意亮相 咱们最上一首名歌吧 行不行 行 两个汉子放过羊 一个梦想半情长 说外国的女性朋友 送你面包吃啊 然后呢 她没早说 早知道我就掰半个 我绝对非这个 真想再结一个 绝代双雕真英雄 海阔天空任我行 好 结果已经 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看一看 大家的选择是什么 好 恭喜小娜娜 谢谢 谢谢 海阔天空组合 也暂时休息 这个我觉得让宝贝站这 这都挡住她了 没关系 这才有效果呢 直接拍过来就一朵花 谁陪你来的这次 这是我妈妈 还有我表哥 表哥也来了 妈妈和表哥陪你一块来的 第一回来山西吧 对 喜欢我们的舞台吗 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你提前认识这个马君叔叔吗 这儿 你看我们 这儿 这儿 马君叔叔 不认识 不认识 那你应该认识我吧 嗯 突然很有成就感 很有满足感 接下来没得选择 没得选了 你要跟这个南连平大爷 要跟他这个对阵 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的 认识一下南连平 大家好 我叫南连平 我是来自山西 原生 我小时候家里边 家境不好 从外面跟那些放羊 邻居有个小姑娘 经常来找我 我一唱歌 她也高兴 我就觉得放羊也不利来 生活也不苦来 这么多年来 我一唱歌 别人也高兴 我心里就感觉到直 感觉到非常满足 我在这块土地上 过了这么多年 多多少少 还是 其实有那么点灵气 那么我在有空的时候 扑扑去 学学词 今天我在这个舞台上 给大家唱的歌 不是我的约唱 就是我的约唱 每一首都是地地道道的 沙滨鸣歌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好 我来自山西 赶赛 男大哥 刚才那个小片里边也说了 说是您小的时候 邻居家有个小女孩 您一唱歌 她就来了 您一唱歌 她就来了 她是喜欢听您唱歌 还是喜欢您这个人 谢谢 不是 您谢谁呢 您是 问您是 她是喜欢听您唱歌 还是喜欢跟您在一块玩 她喜欢我的唱歌 喜欢你的唱歌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唱歌了 我从十四五九开始 喜欢上这个名歌了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龙鸣 最早一些就是 放了六年龄八个月羊 第一环节给我们唱什么 好 那么下来呢 我给大家要谢瞅了 是我自己别创的一首歌 那么这首歌呢 是我当年采缝的时候 到铁空玩 到哪儿 比大自然的警官把我给改动了 我给大家下来就唱 铁空玩 黄河水 好 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 铁空玩的那个江洋 花河里哗啦啦的水 忘不断那月头说不歪的气 说呀嘛说不歪的气 好男儿创新夜 好伯爷的苦天 世上能留着一句没名言 没呀我没名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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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呀我没名言 我的喜欢 我没名言 你这打破衣 谁得低的寒寒 清洁的 throw 挂住挎了明 打呼吸儿挽子的感 小琳娜 我问你啊 你说是这个大爷唱得好 还是你唱得好 肯定是这个大爷的呀 肯定是这个大爷的 你的意思呢 大爷胜了你输了 那你怎么办啊 你会不会哭鼻子 不会 不会 好 做好准备 还会努力 努力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我们可坚强的是吧 心态很好啊 来听听老师们 站名应该有发言权 因为站名也曾经是一个 放羊的孩子 只不过站名放羊的时候 没有女孩在旁边听她唱歌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夫妻 咱们堆上也说名歌吧 行不行 行 好 那我看见你 你怎么看不对 我发言权 我看见你 那我你的 我自己爱你们 你为了我 你是为了我 那我让你 我借把撒个棉 三个大大比石头 石头黑 两呀把两个大大圈 什么呀让我 哎呀把血往外乱 谢谢谢谢 好好 杨老师 杨老师 讲到这么四句话 叫做两个汉子放过羊 一个梦想半情长 歌声飞出黄土地 一戏风发奔小康 好谢谢 谢谢杨老师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来小琳娜去到舞台上 这是我们本场年龄最小 和年龄最大的对阵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第一环节 最后一轮的投票了 胜出者将直接晋级第三环节 请选择 好齐国已经出来了 你让我们看看他是谁 好恭喜南大哥可以去做第三环节的准备了 那小琳娜 他还没反应过来是吧 好恭喜你 小琳娜还有刚才的另外三组选手 再次来到舞台上 有请多杰彩蛋海阔天空组合 火石榴组合 好提前进击的选手呢已经产生了 好 接下来呢台上的四组选手 要请台上的四位老师来商量一下 接下来请你们告诉我们 你们决定让台上的哪一组选手 离开我们的舞台 接下来 接下来四位老师通过你们的商量 你们决定让哪组选手离开 这个 这个坏人我来帮 二号给靠开 来 我们其他的选手呢 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多杰是一个挺看重 我们这个舞台的一位选手 因为呢在上前几次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多杰每场都要到现场 都要看看其他选手的表现 然后呢每个时候都坐在那个角落 默默地关注着舞台 然后呢在台下很认真 没关系 我觉得你有这股认真劲 我们这个舞台呢 随时欢迎你回来 好吧 可能是太重视了 反而有压力 有机会再来 好不好 好嘞 再见 再见 多杰 再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第二环节 第二环节开始之前呢 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提供一次互动的机会 对 来 打屏幕转动起来 来 歌从黄河来 3 2 1 停 74号 哪位朋友拿到的是74号入场券 赶紧把入场券拿出来看看自己的号码 来 是一位大姐 您好 你看 很高兴啊 您还没中奖呢 高兴啊 不过选到您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很幸运的 还有三组选手 1号 看琳娜 看琳娜 3号 海阔天空 5号 火石肉组合 您觉得他们 三组选手的接下来的第二环节 谁能够胜出 我觉得啊 3号吧 3号 海阔天空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唱得挺好 因为他们是 还有一个是 属于是外国人吧 你不能因为是外国朋友 咱们就特殊照顾呀 不是 您就是觉得 觉得好 是吧 就是他们的表现品 不改了吧 不改了 好 如果呢 海阔天空组合 在接下来的第二环节 成功胜出的话 有一个900块钱的 诺亚信手机送给您 很期待您能获奖 好 请坐 好 我们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参与我们的互动 编辑短信 8778 加留言 发送至106620 来预测今晚的胜出者 预测成功 也有机会得到 诺亚信手机一部 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的报名热线 是03514195656 喜欢明哥敢于 在这舞台上秀术自己 就赶紧拿起电话 来报名参与吧 还有可以同时登陆 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at 山西卫视歌 从黄河来参与报名 好 接下来呢 首先要有请的是 3号海阔天空组合 掌声欢迎他们 上一场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待的时间最长了 这一场呢 第一个上场 而且呢 又有一位观众朋友们 支持您 那大姐的手机 全靠你们了 有压力没有啊 有 有 一定要变压力为动力 好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对 这个回答好啊 第二环节给我们展示什么 一首歌 民歌 民风还是民俗 民歌 民风 民俗都有吧 都有啊 那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结合了 嗯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嗯 因为安泽来自那个俄罗斯那边 然后他 我特别想让安泽就是介绍一些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知道 我们也特别想要听到他给我们介绍 对 对 有即使带来了 啊 有吗 有 这来 有准备 有准备 有一个 还给我们带礼物啊 礼物 礼物 特别的食品 吃的 哇 这个 我来考验考验你们 你们觉得这个是为了干什么呀 吃的 吃的是吃的 但其他的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 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这个上面这个是盐吗 还是糖 你是说他除了吃还可以做其他用处吗 啊 不是他有一个说法 他就是有含义 有含义 就是这 就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面包不是天天吃的 哎 什么时候吃 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 我们要示范一下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端着吧 来 主持人就从这边抓一块面包 我也抓一块 哎 哇 这面包够硬的啊 对 然后沾 沾那个盐底 哦 这个盐底是用来沾面包的 然后 就这样喂我 我喂你 喂你 没事 吃一点点 全吃了 哎呦 看你们俩这传情达意的啊 啊 这个让我端着 这感觉真不是滋味 现在能知道吗 是什么意思吗 你看 传情达意的说起来了 跟那个 是不是跟那个交杯酒的意思差不多 嗯 是有这个传情达意的意思 传情达意的 传情达意的 嗯 你说 意思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婚俗 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抓一块面包 刚才我抓的多 谁抓的多 谁在家里做主 你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小姑娘送你玫瑰花 这外国的女性朋友送你面包吃啊 然后呢 还没早说 早知道我就掰半个 我全都有费进去 然后呢 为什么要沾眼里 然后吃 就是为了 就今天把所有的苦和眼泪吃掉 以后就过幸福的生活 幸福了 啊 看个人家结婚 多有意思 真想再接一回婚 真想吃 算了 哎 安泽啊 你看你第一环节唱的那个卡丘莎 多少都有一些改变 改变哈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个 就是你们当地 我们很少能听到的 俄罗斯风格的名歌呢 啊 其实有很多很多在这里 可能没有人没听过 但是也其实在我们那边挺有新的歌 是吧 我就唱四句吧 好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这一期咱们这歌跟黄鹤来走得远了啊 对 有看见 四伟老师 四伟老师 不是歌走得远了 是黄河水流得远了 都跟福尔加河流得一块的 就为我们俄罗斯这么一个姑娘 她这么样的热爱中国的文化 都把中国文化研究得非常地道 这个把中国的歌唱得非常地道 这个我倒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多少有一些非常有一些感动 谢谢你 安德 也谢谢你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有那么游戏的文化 也能让我们学到那么多好的东西 安德说的多好啊 接下来你们要选择另外的两位选手到台上来 你们选择谁呢 嗯 是小姑娘卡琳娜 还是火石榴组合 上一次选择的是那个组合 嗯 要不 面对其他两种选手的优异表现 海过天空组合能否竞技第三环节 宝贝你不晕吗 我看你从头到尾转了有二多圈了 她的这个舞蹈 确确确实实表现出了她的这个天分 最后呢我把这首歌的经典我写给你 我看我的 是吗 或者选小姑娘 选小姑娘吧 小姑娘是吧 来 有请一号看琳娜 有请 琳娜 这听说你啊 这个平常除了唱歌 舞跳了也特别好 对 你在这一环节 要拿出什么来打动我们呢 我要跳 我要跳心 我们新疆舞的 要跳新疆舞 对啊 那就来吧 宝贝你不晕吗 我看你从头到尾转了有二多圈了 最后转那几圈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替你担心 要是给了我转这么多圈早就倒下了 因为他年纪大了啊 我们还小呢是吧 雷罗你要么试试 那个我也狗腔 你看刚才咱们考了他们了 让他们唱个和黄河流域有关的歌曲 你会不会啊 你会啊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 好 我给你们唱花儿与少年吧 花儿与少年 来给我们唱 谢谢 谢谢 海阔天空组合 我觉得你们这一轮选择 看琳娜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未必 因为当然我以往的观点 我并不建议孩子过早地 在充满光环的舞台上成功 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成长更重要 但是呢 她的这个舞蹈确确实实 表现出了她的这个天分 所以我的原则可能在今天 稍稍地有一点点放宽 我可能认为你在这个环节上 表现会更胜海阔天空一筹 谢谢高丽 好 来 海阔天空回到舞台上 来 来 小琳娜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 好 接下来邀请观众朋友们 和四位老师做选择 台上的两组选手 海阔天空和康琳娜 你们决定让谁留在舞台上呢 请选择 好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一起看一看大家的选择吧 恭喜海阔天空舞盒 你们二位先到那边去等着 来 小琳娜 听到了吗 现场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说什么了 加油 你还年纪小嘛 未来的路还要很长 不不不哭了 刚才谁说了一出来说 说了怎么办 会不会掉眼泪 不会 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 在抽气 之前高丽阿姨曾经有过一个观点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玩 不是像很多成年人一样 每天在台上唱歌 跳舞 那些事情以后再做也不迟 现在一件事是玩 还有一件事好好学习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妈妈的怀里进行的撒娇 我看着了 妈妈就在台底下坐着呢 去吧 去到妈妈的怀抱里 来 就给我一双翅膀 让我自由的飞翔 麦克风为我鼓掌 聆听我放声歌唱 就给我一双翅膀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 是我们的五号火石榴组合 那这个环节是给我们带来 民歌 民风 民俗 还有什么看家的本领 都给我们展示出来 带来一段家乡戏和通俗的一种结合吧 家乡戏我知道 咱们运成的蒲剧 而且近剧的起源就是蒲剧 你们接下来要唱一个 这个蒲剧和通俗歌曲的结合 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 自己琢磨的 有没有经过舞台的实践呢 没有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刚来这两天才 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做了一次尝试 我们看看他们做的这种尝试 到底是什么味道 哎 请思在身边 也发如今疏散 我当万山各千里共产权 心思在身边 金与花 爱你 这七叫 我当万山各千里共产权 然后万山各千里共产权 琴死在身边 疏散摩巴郎 派郎着当归 派郎千亿还 千亿还 谢谢 流行风 像一种融合 好不好呢 四位老师您觉得呢 利用中国传统戏曲的音乐来创作歌曲 这个从1990年代初就已经有很成功的实验 比如说当时的所谓今晚歌曲 这个传播很广 影响也很大 所以扑剧这个音乐完全可以作为一种 音乐创作素材来使用 谢谢老师 我始终觉得火石榴组合今天 总会觉得你们很可惜 我总觉得你们两个有很好的音色 原来又都唱过歌 应该不只是这个水平 但是现在在这个环节的展示之后 我觉得还是替你们惋惜 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多方面的加强一下 让自己的记忆更纯熟之后 再迎接更艰巨的挑战吧 谢谢 谢谢 我获得点这个手法 刚才你唱的这段 这个女的这个声音出来特别的完美 而且特别的抒情 这一看就是转业的 我接战名的话说点不同的意见 我反而更喜欢石榴 我觉得她的那个音色 但是这是我个人意见 我觉得她的音色可能更完整一些 而且她驾驭歌曲更那 然后我觉得这个火 因为您长我几岁嘛 我就称您火大姐嘛 我觉得您好像 确确实实音准上面应该再加强一点 从第一首歌到这首歌 图剧应该是您擅长的 但是和乐队始终会有一些出入 这个您可以节目播出的时候 自己去看一下回放 确实这是存在一定小问题的 好吧 继续加油 我们这歌呢是尝试的 全都是 首次的 对 都是首次的 就包括十六花开 都是我俩原唱 就是说可能今天发挥 所以我说你们可以更好 加油 好 也有请海阔天空组合 来到舞台上 这是我们第二轮 最后有一次的投票了 胜出者将晋级到第三环节 那接下来 请现场的观众做选择 好 结果出来了 请看一看谁会晋级吧 一个是中西河壁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火石 评委的橄标 评委的橄标 究竟会逃给谁个 我的态度是厉害的 这首歌你唱的 确实满足不了我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 结果出来了 请看一看谁会晋级吧 恭喜海阔天空 好 海阔天空组合 到台下去面对最终的比赛 好好准备第三环节 跟我们大家说点什么 我为什么唱通词会去唱民歌 因为我感觉一到我们的民歌 我的声音石老师你也能听出来 有民歌的天分 就是说也想往民族发展 现在弄的声音可能有点民族不民族 通俗不通俗 你的声音现在就不能不累 唱的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还有两个人磨合之后 相信你们二位一定会越来越好 加油好吗 加油 谢谢 老乡加油 加油 好 我们掌声欢送他们 好 第二环节过后呢 海阔天空组合成功的晋级了 那边那位大姐呢 一部手机送给您 好 马上要进入第三环节 在第三环节开始之前 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次 互动的机会 拿奖的机会 来 大屏幕转动起来 来 歌从黄河来 三 二 一 停 六十六十四号 哪个朋友拿到六十四号入场圈 您拿到六十四号入场圈 六十四号是吗 六十四号是吗 六十四号 好 接下来呢第三环节 两组选手 三号海阔天空 四号 南联平 您觉得谁能够胜出 四十五号 四十五号 就那男大哥 对对对 本期的 为什么 我听他唱的那个挺好的 黄河流域的 我喜欢 延伸态 不改了是吗 不改了 好 如果您这个预设成功的话 价值九百元的诺亚信手机一部送给您 请坐 好 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参与我们的互动 发送短信8778加留言 发送至106620来预测今晚的胜出者 预测成功 您也有机会获得诺亚信手机一部 我们也期待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喜爱明哥 如果敢于在这舞台上秀出自己 不要忘了报名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514195656 同时可以登陆新浪官方微博 这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首先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提前晋级的南联屏 邀请 2 2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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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号那个马来 有船有夏衣 我的那个美辣妹 有船在海美 我的那个美辣妹 有船在海美 我和我那个妹妹 爱了哟 爱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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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气一双马 妹妹的个切拖拖 爱了哟 爱哟哟 爱哟 爱哟 在哥哥那子背上趴 爱哟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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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那个调味 拉当大一海八路 咱嘛这塞狗狗好 拉当大一海八路 咱嘛这塞狗狗好 拉当大一海八路 咱嘛这塞狗狗好 那接下来呢要有请海阔天空组合 有请 青春我站在轻轻的木畅 看到山衣披震下滑 下一片下雨飞过了天 为咱家人带来几乡 翻轮我站在高高的沙罕港 看那铁路秀到我家乡 一条条举隆翻山越岭 为雪与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把我走进人间天堂 从此身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 我祖儿女换去一趟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带我们曾经人间天堂 带我们曾经人间天堂 星客角色扬长会更加香甜 辛苦的歌声传遍四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亲 nurt的歌声传遍四方 深度的歌声传遍四方 谢谢海阔天空 那接下来有请四位老师 对场上的两组选手 今天整场的表现 进行简要的点评 我特别感谢 海阔天空组合的小伙子 在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你的幻化 你确确实实在这个环节当中 积蓄了你的能量 我刚才在第一环节 你唱歌的时候 我说了需要你的声音 更加铿锵一些 这样你们的组合才能平衡 那这一轮你的出色的表现 让美丽的卡丘莎 在你的旁边 你们两个的声音 就是真的是声色和谐 就是一个声音 一个外形 把你们的这个组合 相应的非常的和谐 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我必须要跟南大哥说一句 我在您的声音当中更多的听到的是一个爱好者的歌声 而不是相对专业的歌声 所以我可以现在就公开我的选择 我力挺海阔天空组合 谢谢 我们三号 海阔天空组合 他们的整个风格更加偏向于流行音乐 更加偏向于流行音乐 那么流行音乐 我们说他跟民歌 他并没有谁高谁低 谁好谁不好 没有这个区别 但是就这个歌 我们这个节目的栏目的定位来说 我觉得可能离得稍微远一点 所以我的态度是力挺四号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请四位老师 认真地商量一下吧 然后告诉我们结果 好吗 利用老师们商量这点时间呢 问一问台下的观众 来 我问您 如果假装您现在就是评委了 让您决定今晚的冠军 您说是谁 三号 三号 海阔天空 对 你喜欢他们 对 好 您就您做 我推四号 您四号 为什么 为什么 四号 约收太 华河流域 差的 怎么讲的 就是那个 还是我好激动 反正您喜欢他们 对 我喜欢他们 反正您很激动 肯定啊 第一期四号 喜欢谁的都有 我们替四位老师 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来 我代表 我们另外三位同行宣布 这场节目的胜出者 我代表 我们另外三位同行宣布 这场节目的胜出者 三号 海阔天空 恭喜海阔天空 成为今天晚上歌颂黄河来的胜利者 他们将会获得五千元的民歌传承基金 同时呢 还有资格在年终的时候 决出黄河歌王的称号 那接下来就有请黄河歌王的挑战资格证书 和歌从黄河来的印章 有请 来 邀请四位老师到舞台上来为今晚的胜出者颁发挑战资格证书 好 再一次的恭喜今晚的胜出者 恭喜 海阔天空 恭喜 相信你们的未来一定会像你们的名字一样 海阔天空 亲爱的朋友们 歌从黄河来 歌从山西来 歌从黄河来 歌从中国来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母亲节迎来特别嘉宾 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主持人 杜海涛的妈妈 妙语联机都笑全场 我就是咱们地道的山西人 还以为您给杜海涛来找媳妇来了 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大便 我也唱咱们山西民歌 后来怎么没有走这条路呢 我要走这条路海涛怎么走啊 那时候怕挤兑的海涛没饭 搞笑选手个性登场 夸张表演惹来非议不断 妈 你咋来了呢 你咋还套头呢呢 这几个不太像你阿姨的儿子 这个带鸡毛的太鲜艳了 有点扎眼 带鸡毛 这种无所不用其极 放的不太是时候 备受争议的她 能否立晚黄澜 hold住全场 舞组选手各剧特点 精彩节目 敬请期待